8月3日晚上7点,苏州市立东区,冲进来两个神色,匆忙的赤薄少年,医生疑问才知,一个男孩与家人发生争执后,一气之下服用了剧毒农药白草窟,更令大家意外的是,这名喝农药的男孩,竟然是几年前爆狂网络的鲨鱼地。 医生立刻对其进行了抢救,由于没有特效药,医生只能尽量想办法,将他体内的浓药物排出,尽管医生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,但情况依旧不太乐观。 苏州市立东区重症监护士副主任郭小福,虽然小伙在服毒一小时内就来到,接受了处理,目前情况稳定,但依旧危险。 究竟有什么想不开,鲨鱼地竟然要喝至死帅近乎百分之百的白草窟,几经辗转,记者找到了服毒少年的家,位于苏州关独立农贸市场一家水产店。 周边邻居告诉记者,出世少年姓孟,一打家有六个孩子,他排行老大,今年17岁,当年,向孟可是一个红人,网友们称他为鲨鱼地。 八年前,最年轻鲨鱼地红遍网络,说起鲨鱼地不少网友还有印象,2010年,一则网铁迅速走红,苏州最年轻鲨鱼地,绝对震撼你的是网膜神经,小小年纪,好厉害啊,蛮好的,不娇气。 孩子还是应该以念书为主,这么早出来干活,以后怎么办? 伴随着赞赏和争议,鲨鱼地成为了火爆一时的网络红人,店面一度还更名为鲨鱼地水产,用上鲨鱼地头像做招牌。 走过红后,生活并未改善,在好心人帮助下,原本辍学的鲨鱼地重回课堂。 客人去告诉记者,没过多久,因为跟不上学校节奏,父亲又让孩子回来鲨鱼了,有时候三天两头去学校,有时候早上去了下午就回来了。 他父亲说读书有什么用,只有干活挣钱,孩子自己也不想读,说实话他根本读不尽,已遭遇家暴,差点摘出眼球。 邻居透露,小梦父亲平时经常打骂孩子,最严重一次,打得小梦差点摘出眼球,应该是2013年10月份过后,就眼睛坏掉以后,输回家。 那么,这次小梦喝农药,是否与家庭暴力有关呢? 小梦妈妈告诉记者,孩子到了以后,早已不太打他了。 可输学回家后,封闭的圈子,小梦几乎没什么朋友可以疏解。 到了17岁叛逆期,父母和孩子间争吵越来越多,演变成如今这般情形,他和孩子父亲都心痛万分,有时候想说就给你说,不想说脸一转,就不跟你说话了。 我们就是说嘛,没有对他的心理,太多了解,我宁和他像其他小朋友一样离家出走。 我们最起码知道,他是活着的,他在什么地方,这样你看,哎,痛得来。 梦妈妈说,不管花多大代价,只要有一线生计,就是砸锅那铁,他们也要救孩子。 最了解,4号下午,小梦已经转院前往杀东西鲁,心理专家奔析,这次小梦突然选择轻生,可能和童年有很大关系。 以免心理专家,对于一个10岁出头孩子而言,正处在天真母前的年纪,夜深本应充满同仇和欢乐,当年这张蹲在地上鲨鱼的照片。 小梦凝重的表情,投射出的犀利眼神,让不少人看了都心生怜悯,心理专家奔析,常年跟随父母居无定所,又生活在菜肠这种人缘混杂的地方。 小梦即使主观上不愿意,也不得不负担起照看生意的责任,这种成长环境,几乎很难让孩子感受到家庭温暖。 此外,小梦并没有像童龄孩子一样,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。 正规教育的缺乏,也会影响到行为处事能力。 面对父母管教,小梦可能表面上看似一直在克制,但是内心的愤怒确实刻在极具。 网友热评,而心灵不收外忧。 所以小孩子在菜市场贤书鲨鱼,网民给他起了名字,鲨鱼地,那个眼神充满了犯狠。 不是天真,Life is struggle。 生命像海浪一样有时高有时低,你是否告诉自己坚强度过每个时期? at b他好哦像一条D,对孩子来说,父母思想的贫穷人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。 at真理往往只有少数人懂,一个人的命运,往往是从出生那一个课便已注定了。 at直接打开上帝视角,摆草哭一喝,那是真的绝望。 at可爱小黄爷,他爸爸现在应该很后悔吧,心疼,为小梦祈福。 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